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两人的学历都不高 两人都是中专毕业的 而且两人的工作也都不是特别的好 家里催促这两人找对象也是因为在农村在这个岁数要是不上学的话就该结婚了 但两人现了第一面之后谁都没有看上谁 也就没再见面 但两人还在走相亲的道路 毕竟都是家里给安排的 虽然两人没有看对眼 但自打王宇的父母见过张磊一次之后 便感觉这个男生绝对是值得依靠的 说话的体 在没人哪里打听还说这个小伙子为人老实 在王宇前后现了几个男生之后都没有合适的 王宇的父母也就开始说和张磊与王宇在一起 张磊前后也是现了几个 在后边见面的发现都没有王宇的长相甜美 最后也就在没人的推荐下 两人再次现了一面 而且这次见面之后 两人也约定了要相处一段时间 最低在了解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做出恋爱不恋爱的决定 自打两人现了第二次面 再加上王宇父母的加持 让并不熟悉的两人再次的走到了一起 在周末的时候两人也会一起出来玩 一起看电影 渐渐的张磊也就喜欢上了王宇 王宇的长相其实蛮不错的 而且脾气也非常的好 在两人相处了将近两个多月之后 两人便确定走到了一起 自打两人在一起了之后 张磊便经常的会和王宇一起回家 张磊也是深得自己岳父岳母的疼爱 总之两人在一起了之后 双方的父母也都挺满意的 尤其是王宇的家里 甚至多次在饭桌上都在催着两人 赶紧把婚给结了 这件事最终也是被双方的家长提上了日程 希望两人早日完婚 早一点生孩子 转眼两人相处了也有一年多了 此时的两人22岁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在张磊准备的求婚当中 王宇答应了嫁给他 在之后没多久 两人便携手步入了婚姻的围城 虽然两人的学历不怎么高 但双方的家庭也都还行 父母都有正当的工作 也正是因为工作忙的原因 才导致了双方父母对孩子的不关注 从而两人没有读到高中 而是直接初中之后便去读了中专 两人在结婚之后还好 有父母的帮衬 再加上两人赚工资 生活也还算过得去 但自打王宇怀孕了之后 张磊也是发誓 一定要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过上好日子 但以自己现在的这些能力 每月赚取的这几千块钱的工资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也就是在这时候 张磊的一个中专同学 有一个比较好的项目 找到了张磊 希望两人能一起干 张磊也是在前后考察了一段时间之后 便辞职和这个同学开启了两人的创业之旅 张磊在辞职的时候并没有多少积蓄 而是找自己的父母 再加上自己岳父母拿了一些钱 才出来的 双方的父母都不支持张磊下海创业 而是希望他在现在这个公司上班 争取在几年之后弄个一官半职 然后舒舒服服的就过一辈子得了 到老还有退休金 现在创业一抹学历 二没见识 但张磊获得了王宇的支持 其实在王宇的心里也并不是特别的支持他 因为王宇个人认为父母那一辈自己想的也不错 虽然不能大富大贵 但好歹也算是稳定 但他不希望张磊身边没有一个人支持他 王宇这才下定决心让张磊试试 毕竟现在这个年纪失败还不怕 还有机会 当时张磊也是与自己的父母还有岳父母较劲 你们不看好我 我就越要努力的去干 升取早日赚到钱 让你们刮目相看 张磊的心里有这样的想法 也就付出了行动 自己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到老实业上 从而对于自己妻子和孩子就有了亏欠 但刚起步的时候并不是很好 每月也只够一家三口的生活费 但好在张磊与他的这个同学遇到了贵人点拨 两人顺时就开窍了 生意现在做的也是越来越红火 两人当时各持有一半的股份 在两年后 两人每年每个人也能分20万左右 其实这让王宇已经蛮知足的了 毕竟年薪20万也算是不错的了 但张磊却不甘心 在之后便贷款投资了一家工厂 这家工厂完全是张磊自己独立运营的 最初的时候也是有些忙 但苦尽甘来 现在这家工厂每年能给夫妻两人 带来近百万的收入 也正是因为在孩子刚出生时候的亏欠 只要是张磊的盈于一道账 就会把钱全部都打到王宇的手里 王宇也是非常的高兴 自打张磊的生意做起来了之后 张磊的父母和岳父母也是对张磊开始刮目相看 张磊身边的朋友也就多了起来 生意做起来之后 酒肉朋友 各种各样的都在往张磊的身边靠拢 当年张磊刚刚33岁 正当年的年纪 也是最狂的年纪 毕竟他现在有这些资本 面对于一些朋友交往的时候 张磊也是招架不住 当去一些风月场所的时候 张磊也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 身边朋友的耳濡目染 再加上自己身边的女人渐渐多了起来 张磊也就被判了婚姻 最开始的时候 张磊从来没想过自己要与王宇离婚之类的 但王宇也许是进入了更年期吧 虽然平时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但张磊现在有些受不了王宇的脾气 最后张磊在自己情人那里得到温柔之后 便回家与王宇提出了离婚 当时王宇没什么可意外的 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的 自打两人离婚了之后 张磊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情人的怀抱 但渐渐地张磊开始发现 和自己在一起的女人都是有所图的 不像王宇那样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感觉越发的强烈 终于自己忍不住去找了王宇 希望两人能复婚 而且还和王宇保证 如果以后自己再出轨婚姻的话 自己就净身出户 而且还深切地看着王宇说道 只有真正失去你之后才知道后悔莫及 但王宇的心已经不再像给张磊机会 直接丢下一句 滚吧 我不再需要你之后就走掉了 因为在王宇的心里 背叛婚姻这个底线是不容触碰的 一旦有一方触碰 纳摩这段婚姻也就结束了 他不会相信出轨者做出的保证 因为这种事都是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结束语 其实对于背叛婚姻的一方来说 很多人都会因此而后悔的 也有极少数人会得到幸福 俗话说到真正的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 或许这就是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人只有真正控制住自己欲望的时候才算是真的成功 珍惜自己的爱人才是我们当下该做的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女子出差去男闺蜜家住了两天 丈夫的态度 有她莫我 你自己选吧 刘成与自己的妻子王月两人是高中同学 当初两人属于竞争关系 在班级里的成绩不想上下 不是流程第一就是王月第一 甚至到最后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还在整班级第一的位置 两人再高以上半年墨在一桌 再高一下半年的时候 按照成绩分桌 王月坐到了流程的前面 也正是这下让两人有了感情 两人最初坐在一起的时候 更多的是相互问问题 而且两人在上课的时候说悄悄话 老师也不管 在一次月考成绩下来之后 王月如愿得到了第一名 流程则是第二名 成绩下来之后 流程也就向王月表白了 当时王月的心情非常的好 觉得两人也适合也就在一起了 两人在一起之后其实挺高调的 但因为两人成绩非常好的原因 年级主任和班主任谁都没有管两人 而且还在开班会的时候 说起了两人恋爱的事情 当时班主任说 只要你的成绩到为你们恋爱我也不会管 我在这里保证 但底下的人都没这个能力 班级两个尖字生在一起也是在正常不过的了 自打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除了回宿舍睡觉几乎都会在一起 连上厕所都会一起去 但在高中的时候两人都知道现在该干什么 所以还是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到了学习上边 两人之间更多的体现是相辅相成 软眼高三毕业了 但两人却莫能靠近一个学校 而且为了选择专业两人的大学也是相距挺远的 在那时候流程给王月保证在大学期间要继续相爱 虽然是异地恋 但两人决定研究生再考到一所学校 高中时期的恋爱都是美好的 而且也是令人难忘的 两人也各自守着这份爱情 虽然在大学的时候有很多的诱惑 但好在两人之间都有定力 每天也就靠着视频电话来诉说相思之苦 转眼大学四年毕业了 两人如愿地考进了一所大学的研究生 又开启了两人长达三年的学校时光 两人之所以这么地努力地继续深造 完全是因为双方父母的原因 双方的父母也都是知识分子 而且工作除了教师就是公务员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两人把之前的相思之苦全部忘掉了 现在只剩下了对彼此之间的爱 两人研究生毕业的那年是25岁 携手一起回到了家所在的城市找工作 留成毕业之后就进入了一家国企单位上班 王悦则是没有找这样的单位 而是去了一家私企 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想锻炼自己 让自己赚更多的钱 王悦的这份工作也是受到了自己父母的反对 但当事人就是不愿意去国企 或者是考公务员也没办法 王悦给出的答案是 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多赚点 比铁饭完好 自打去了私企的 王悦面临住经常要出差 流程也是挺支持的 毕竟追求自己的生活谁都没办法管 两人毕业之后的第二年 两人有了孩子 在休完产假之后王悦就又去上班了 因为王悦赚的要比流程多很多的原因 孩子则是由流程一直在家看 当时因为流程的父母并没有到退休的年龄 孩子需要看 最后商量后的结果就是流程辞职 自打流程辞职在家带孩子之后 流程也在家做起了自媒体 毕竟学历在这里摆着 写一些专业性的文章 在网上也是有收入的 就这样流程一边在家里带孩子 一边通过写文章赚钱 虽然每天都很忙 但把家里家外都收拾得一前二进 而且也把孩子还有王悦照顾的都很好 前段时间王悦要去出差 去的是他男闺蜜所在的城市 流程是知道这个男人的 期间因为两人在网上频繁接触的时候 还怀疑过两人的关系 但每次只要一说这件事 王悦都会对流程说不要小心眼之类的 这次去到这个城市 流程还是不放心 在回来之后流程拿起了王悦的手机查看 当看到王悦和这个男人的聊天记录得知 王悦出差的这两天一直住在他的家里 流程当时就把熟睡的王悦给弄醒了 问到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面对流程的质问 王悦根本不在乎 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我就是在他的家里接住两天 你不要多想 敢问这件事任哪个男人不会多想 当天晚上流程一晚上默睡 第二天正好是休息日 流程如同往常一样把早饭准备好 等着母子两人睡醒 八点多是王悦先睡醒的 当看到坐在餐桌前等着自己吃饭的流程 王悦还跟默示人一样 说了一句你几点起来的 但现流程不说话 一想到昨晚上的事情 主动地走到了流程的身边 抱住了流程说道 我们真的没什么 我只是去借宿 但流程此时此刻根本停不进去 直接说道 我给你一个选择 我不管你与他在大学期间是多好的关系 现在我们结婚了 我受不了我的妻子身边有其他的男人 而且还是这种关系 现在你选吧 由我摸他 王悦现流程来真的了 也是怕了 虽然还想解释着 但一想到他说的这些也是句句在里 之后便当住他的面 把这个男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都给拉黑了 而且还保证以后与他绝对不会再联系 虽然夫妻两人因为这件事闹了一个小风波 但好在王悦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丈夫的这一边 接触语 男闺蜜这个称呼其实非常的恶心 现实的生活的当中男女之间真的有纯洁的友谊吗 这个可能只有当事人知道 在我看来是 你懂我的故作矜持 我懂你的图谋不轨 一个装疯卖傻 一个打死也不说 其实边界感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婚后的男女之间必须要注意的 没有边界感的男女 与异性之间发生背叛的话 只是缺少一个时机而已 很多时候异性之间都是因为有吸引对方的地方 才会与之成为朋友 要不怎么可能有唇有意在呢 夫妻间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分寸 如果你爱你的另一半 就不要做出让其伤心的事情来 尤其是做让对方没有安全感的事情 爱情这种东西病不是三言两语 就能让自己的爱人彻底放心的 而是要看你的实际做法 虽然你住在男闺蜜的家里你认为没有错误 或许是真的莫发生什么 但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的爱人 住在他的女闺蜜家里两天 你会怎么想 而且还是在之后发现的 或许你的另一半是真的爱你 要不然 我相信这是任何一个男人都接受不了的事实 毕竟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社会当中时有发生 他这样做 完全是让你给他做出一个保证 哪头尘哪头青 你自己一定要拎得清楚 如果你的选择最终是你的男闺蜜 或者是不做出任何选择 那么你就不配拥有爱情 因为你得不选择就是偏袒 就是偏袒你的男闺蜜 好在你最终的选择莫让人失望 而是选择了家庭 请记住到什么时候你身边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你的爱人都会无条件的帮助你 守住和你 换做是你的男闺蜜行吗 你当下或许会说行啊 但当你真正的到那一天的时候你就会感慨到 除了你的父母就是你的爱人最爱你了 这是事实 爱情本就是夫妻双方的 千万不要觉得是单独哪一方的 毕竟爱情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 我们对待爱情的态度也一定是要专心 专一 对待自己另一半也要始终如一日 要不对方凭什么爱你 保护你呢 谢谢您已经看我的故事 您喜欢视频分享来到别人 记得订阅频道接受视频通知